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周易有云,天之所住者顺也 人之所住者信也 上天所辅助的,是顺乎正道的事 人们所帮助的,是赌食守信的人 一个人若没了信用 就好比车子没了轮子,难以前行 而人品贵重的人,向来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历史上那些言出必行的故事 一,众诺,故而不轻诺 庄子道指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叫伟生的年轻人 与一女子相恋 两人相约在桥下相会 伟生如约而至 但等了许久都不见女子露面 适逢天降暴雨 江水上涨 伟生迟迟不愿离去 最终被水淹没 临死时,他仍死死抱着桥柱 不肯失信于一人 后世常用伟生抱住 至死方休 来形容一个人 众诺守信的决心 诚实守信是为人之根本 人无信不利 失信真的会毁掉一个人 就像西进思想家傅玄所说 祸莫大于无信 无信则不知所轻 历史上的实尊 就是这样丢了脑袋的 实尊是后召第三任皇帝 石虎的儿子 石虎在世时 曾考虑过立他为太子 但最终还是立幼子 石石为太子 石虎死后 石石即位 其母以皇太后身份 临朝称制 女主临朝兼臣当道 很多将领对朝局颇有怨言 石尊有称帝之心 他拉拢当时骁勇善战的燃敏 并向他许诺 努力 誓成以耳为太子 一听有望成为太子 燃敏热血澎湃 奋力相搏 成功助石尊登上了皇位 然而石尊并没有遵守诺言 而是另立太子 如当头一盆冷水浇下 燃敏十分失望 而石尊也不安抚 反而担心燃敏功高震主 忌惮之余不断削减他手中的权力 两人矛盾不断加深 最终反目成仇 石尊召集石剑等手足尽之 商议诛杀 燃敏事宜 但石剑速来与燃敏交好 便秘密向他通风报信 燃敏于是废掉石尊 另立石剑为帝 石尊自食其果 被拉下皇位 从五月称帝到十一月被杀 他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还赔上了性命 承诺不是笼络人心 谋夺利益的手段 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邀约 话说的再漂亮 再鼓舞人心 能哄得了一时 但哄不了一世 正如弟子规里所讲 是非疑 物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承诺不是小事 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轻易答应 无法兑现的承诺 就不要轻易许诺 否则 失去的人心 如同泼出去的水 再难收回 所以 真正众诺的人 从不轻易许诺 不要碍于面子 而违心答应 也不信口开河 而随意承诺 二 承诺 则言而有信 承诺不是场面话 奉承话 而是从心出发 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 慎重之下做的决定 而一旦承诺 就应该努力践行 春秋时代 吴国有个人叫纪扎 一次 他出使鲁国 途经徐国 受到徐国国君的礼遇 宴席上 徐国国君 看中了纪扎腰间的宝剑 但没有开口 纪扎从徐国国君眼神中 看出他的喜爱 但按照当时的礼仪 代表国家出使时 必须佩戴宝剑 所以他心想默默的决定 等我完成任务后 再把这把剑送给 徐国国君 结果等他出使归来 徐国国君已经去世 纪扎就来到他的墓前败绩 并将剑挂在墓边的树上 他的随从不解 问道 你当时并未答应 要把剑送给他 现在人都去世了 也没有必要把剑挂在那里呀 纪扎回答道 在我的心中已做承诺 如果他不在 我就不去做 那我不是欺骗了自己的内心吗 有时候 信受承诺不仅是为了向他人交代 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孔子说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人行走于世 没有诚信傍身 哪怕身份再高贵 也不过是言而无信的小人 公孙衍在秦国时很受秦王喜欢 一次 秦王私下对公孙衍说 寡人将任命你当宰相 当时秦国已有宰相甘茂 这话恰好被甘茂的一个部署偷听到了 就偷偷告诉了他 甘茂于世入宫拜见秦王 说 恭喜大王将得到一位贤相 我特来道贺 秦王故作惊讶地问 嗯 寡人将国事都托付给你 哪里还需要什么贤相呢 甘茂说 大王 您不是要任命公孙衍当宰相了吗 秦王心里一惊忙问 你是听谁说的 甘茂回答 是公孙衍告诉我的 秦王真的以为是公孙衍 泄露机密 十分恼怒 于是下令驱逐他 被蒙在鼓里的公孙衍 不仅没有当上宰相 反而被流放 秦王听信谗言 没有做到一言九鼎 即失信于公心衍 也寒了人心 道德经里说 服轻诺必寡信 多义必多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 故终无难以 许下诺言却又不对现 折损的是自身的威望 一个人捍卫许下的承诺 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人品 背信弃义 越容易 坚守承诺 就显得可贵 三 最美 莫过于赤诚相待 有句话叫 懦不轻许 故我不负人 懦不轻信 故人不负我 不论是自己失信于人 还是别人辜负自己 都不是件愉快的事 相比之下 最令人感动的 莫过于双方 都将承诺牢记于心 重视有加 范氏年轻时在太学求学 与汝南张绍是同窗好友 后来两人同时告假离开太学返乡 分别时 范氏对张绍说 两年后我到你家拜访你 以及你的家人 两人约好了日期 就各奔东西 匆匆约期将至 并请母亲备好韭菜 母亲说 你们分别已经两年了 相隔千里 你就那么的相信他吗 张绍回答 剧情信誓 必不乖为 范氏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他一定不会违约的 母亲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为你酿酒 到了约好的那日 范氏果然来到 大家把酒言欢 好不尽兴 虽然只是件小事 但两人心存信任 温暖美好 沁人心疲 与诚信者交 如饮梅酒 时间欲酒 欲加芳香罪人 所信之人 诚如所信 所托之人 不负所托 是人生 一大幸事 春秋时期 晋国的大家族 赵家受到 晋国国君的忌惮 赵氏一家 三百多口 被屠杀殆尽 赵氏家主 赵硕的夫人 庄姬公主 因是国君 袍妹 躲过一劫 恰好他身怀六甲 后来偷偷生下 赵氏家族 唯一的血脉 赵武 这是赵氏最后的希望 赵硕手下的门客 公孙楚舅 成英 一心想保全赵武 公孙楚舅问成英 一死难 还是扶持孤儿难 成英回答 一死容易 扶持孤儿 却难 公孙楚舅 就对成英说 赵家的先君们曾厚待您 那就由您来做这件难事吧 而我来做容易的事 我会用生命来为你打掩护 两人商议妥当 便开始了生死之计 成英偷龙转凤 先将自己的儿子包上华柜的墙宝 并将之交给公孙楚舅 公孙楚舅立即带着赵武逃到山里 藏了起来 然后成英假装出卖他 告发了他藏身之处 就这样 公孙楚舅与赵武行踪暴露 求生无门 假赵武死了 真赵武也就安全了 成英带着公孙楚舅的遗志 隐居在深山之中 抚养赵武长大 赵武长大之后 终于为父亲复仇 并成为晋国 独党一面的重臣 重振的赵氏一族 昔日的荣耀 多年艰辛 如今苦尽甘来 正可好好享受荣华富贵 可成英却对赵武说道 当年下宫之难 赵氏家臣大多殉死 我活着 不是苟且偷生 而是为了担起 福利赵氏后人的责任 如今 责任已了 我也该到九泉之下 去见家主与公孙楚舅了 赵武文言极力劝阻 成英却坚定的说道 我当初与公孙楚舅有约 他先我而死 是对我的信任 如今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如果不去告诉他 他会认为我还没有完成任务的 说吧 成英便拔剑自吻 从容而死 生命尝可贵 信义价更高 君子一诺 中过千金 君子之交 赤诚相待 言出必行 成英 身虽死 但他铿锵有力的风骨之言 仍时时回想在后人心间 他与公孙楚舅之间 敢托生死的信任 不负所托的坚定 折射出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一面 都说人生苦短 岁月流长 那些经得起人心考验 扛得住时光魔力的璀璨品质 才是人性中最熠熠生辉的所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